哈喽大家好 我是麦小豆 大家知道我前段时间上架了我们一款宁波的年糕 然后短短的三天时间15000斤全部都受空 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会卖这么好 所以我第一批只订了15000斤 然后第二批的话我还在订等到货到了 然后我们再上架 趁这段空档的时间 然后我可以教大家一下我们宁波年糕的一些做法 今天要教大家的第一道菜就是缩子蟹炒年糕 我不是厨师 然后我的厨艺也不怎么样 然后我只能教大家家常版的做法 缩子蟹炒年糕的所有食材都在这里了 宁波水沫年糕 两只缩子蟹 淀粉 葱姜蒜 一盒小青菜 小青菜大家可以放也可以不放 因为我这是做给前辈吃的嘛 他这个人平时不爱吃青菜 所以必须强迫他吃一点 然后关于这个缩子蟹 有些地区他不方便购买 也可以用大闸蟹替代 现在开始处理两只螃蟹 现在我们来切年糕 如果是大家选年糕的话 最好选我们这种宁波的水沫年糕 很好吃 但是我们家现在已经卖断了 还在补货 还要几天时间 大家可以去淘宝上那些天猫店找 一定要找那种没有加糯米的年糕 这么一袋真空包装 它是一清的 一般无 如果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吃的话 就炒这么一袋 如果一个人的话炒半袋就够了 先在锅里倒少量油 然后等油热之后 把这个螃蟹进去炸一下 现在塑子蟹炒年糕正式开始 葱姜蒜 这个必备的 古葱姜蒜 煮得很厉害 而 Vatican 我只能放1个2个 银肉 露虫 露虫 炒0.5 炒1.id 炒2.id 炒1.id 现在就差不多了 再加一勺鹽 这个盐多少分 大家自己看着办吧 好吃吧 看他麦鲜 看不得理哦 对啊 你看这个顏色 已经给前辈炒好了 哇 你这一次炒了真的是 有生以来炒过最好的一次 因为拍视频不一样的 当然炒得认真一点 不是为了拍视频 我也吃不了这么好吃的 这年到这个是鲜豆 就是缩子馅的鲜味都在里面了 所以缩子馅它不能炸太久 它再炸太久那个鲜味就没了 稍微炸一下到红了就行了 这样真的好好吃 我自己都觉得这个 真的是我做的最成功的一次 为了好看给我撒一点葱 我也不吃葱 青菜得吃到 怎么样 好吃 这可是我妈今天一大早去买的 活缩子馅 这次的年到软硬度也正好 是我喜欢的那种 年糕的软硬度其实大家可以 根据自己的火候 根据自己的时间去掌握的 如果你想吃软一点的 你就多炒一会儿 想吃硬点的就少炒一会儿 这是有嚼劲的 这年糕还炒少了 你不够吃吗 对啊 我想先吃年糕 你早说呀 我以为你够了 因为我刚开始对你的这个制作 不有一点怀疑的 没想到你炒的这么好吃 我以前也炒过的呀 不也挺好吃的吗 没这个好吃是吧 完全没有这个好吃 好吃你就多吃一点 我先去打游戏了 把那个青菜要吃完了 青菜没有了 看只剩说这些了 就剩两片年糕了 说几些竟然成为了配角 讲真的 这缩子鞋炒年糕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年糕炒法的 如果买不到缩子鞋的话 可以用小龙虾和大杂蟹代替 当然肯定没有缩子鞋那么香 当然也可以用青蟹 花蟹来替代 我觉得这一盘 比我上次去店里面吃的好吃太多了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次多更新一些 我们宁波年糕的其他做法 好了 拜拜